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些细节是媒体报道出来判决书没有这种质疑之外 现在还有人说苏英霞参与了非法集资什么的 像这种反转我们在雷洋案当中也看到过 就是当所有人都对警察暴力表示愤怒的时候 在雷洋案 那么就有很多人跳出来说 就开始质疑雷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嫖了娼 想把焦点转移到这个问题上 意思就是说他如果真嫖娼了 他就是个道德败坏分子 把他打死也无所谓 那现在质疑这个苏英霞的 是不是参与非法集资以及其他问题呢 目的也是说如果说苏英霞也不是个好人 大概怎么侮辱他也无所谓 这是一种舆论维稳转移焦点的方式 就这个关于案情的事实细节方面 确实某一些细节是通过媒体采访 案件的目击证人报道出来的 但是在判决书里面没有出现那些最令人发指的细节 比如说一个黑社会人员叫做杜志浩 他把烟灰弹在苏英霞的胸口 以及暴露生殖器往苏英霞脸上蹭这些细节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媒体爆料出来的细节和判决书不一致 是不是判决书更可信呢 我去查了一下 结果事实发现在中国大陆法院伪造篡改判决书的例子非常的多 我想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2013年4月19日新华网转发了法治日报的一篇文章 谈到广东省东原县法院副院长一个叫刘伟华的人 他伪造判决书 在判决书里面把当地社保基金的11笔借款一笔勾销了 为当地的那些借了社保基金借款欠债不还的企业解套 这是出现了伪造判决书这个事 那么那篇报道里面没有提到的 我想所有人都猜得到了 那就是说要不然这些企业就是给这个法院副院长行了会 要不然这些企业就是他的关系户 另一件事情是今年1月20号 青岛市市南区法院在没有通知辩护律师出庭的情况下 对三名法轮功学员宣判 但是事后三名辩护律师收到的是两种内容不同的判决书 就是说他把判决书后来法院又改过了 改了以后寄出去的时候搞混了 改过的没改过的一起寄出去了 类似的案例有很多 在中国的环境下 法院如果对判决结果他自己感到心虚的话 他确实有动机去篡改判决书的 要不然把判决书事后又修改 要不然删减掉一些事实细节 目的是怕有一些懂行的人从判决书上瞧出破绽 回头找他的麻烦 所以所谓的判决书不判决书 也不过就是法院的一支笔 在中国官场造假从生的情况下 并不见得法院的判决书就比别的渠道的信息可信度更高 但实际判决书里面所认定的事实 应该是根据庭审笔录来的 如果回头再查一下这个庭审笔录 那一些事实不就清楚了吗 如果是能够查到庭审过程的全过程录像 没有删减过的录像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如果仅仅是笔录的话 可信度我觉得仍然是存疑的 因为在中国那个环境下 法庭笔录被篡改的情况下仍然很多 那在做这个节目之前 我在互联网上简单搜索了一下 以庭审笔录造假简单搜索了一下 结果非常触目惊心 有大量的控诉 就表示这个庭审笔录和实际上法庭发生的情况不符 有的是庭审笔录和法庭上证人证言 就完全就不是一回事 以至于当事人就拒绝签字 有的是庭审笔录和法庭上发生的情况是一致的 但是事后当事人签字以后 法庭人员把其中某一部分给抽换 给更改过了 那我想大家也可以试一试 用庭审笔录造假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下 那么这种笔录造假的情况 不仅仅是在法庭上出现 在公安办案的过程中也经常出现 因为有人给我讲过这种情况 就是大陆公安办案的一种常见做法 就是他写笔录就给你写几行字 行与行之间距离拉得很宽 就让你签字 签完字的以后 他再往两行中间的空白去填写别的东西 除了案卷本身会被做手脚之外 像苏英霞余欢这些当事人 他也完全可能受到很大压力 过两天他出来说 自己扫了什么谣 撒了什么谎 也不奇怪 在中国那个环境下 本身你像共产党 就是一个高座庙堂的造假者 他天天都在造假 假新闻 假数据 假承诺 他每天都不间断 所以整个中国的公共生活 就建立在一个造假的基础上 整个政权机器就是一个造假机器 你说他光拿出一份笔录来 就告诉你是真实的可信度有多么高 那我也存疑 当然你说目击证人 对媒体所透露的细节 也有可能存在着夸大 你也可以存疑 但是我想在中国大陆那个环境下 基于大家对政府法院公安行事方式的了解 对于警匪勾结这个现实的了解 对于黑社会行为方式的了解 你去判断一下这个目击证人说的 可不可信 那我想先对来说呢 就是居于弱势地位的目击者 他所提供的证词 比那个政府的说法更可信一些 当我们看到那些拒绝承认错判的人 另一个理由是说 余欢当时不存在这种防卫的紧迫性 你怎么看 当今中国社会啊 那个政府的说法存在着大量的违背常识 和基本人性的 这听起来都让人很可气 比如说他们宣传 说祖国母亲受到侮辱了 你必须行动 那简直就是十万伙计 一刻都等不了 可是当公民自己的母亲 受到侮辱的时候 他却说你没有防卫的紧迫性 这个听起来都是非常荒谬的 那所谓正当防卫成立的理由呢 有三点 第一 就是第一个前提 要有不法侵害 这个事情发生 第二 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第三 防卫的对象 是实施不法侵害的人 那么任何具备常识的人呢 简单了解一下案件过程 就知道余欢的行为 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特点 首先是不法侵害的行为 确实是发生了 因为在这个 在余欢刺伤那几个人之前 他和他母亲 已经被一伙逼债人员 拘禁在公司的接待室 长时间了 在这过程中发生了 对他和他母亲的辱骂 殴打等等这一系列行为 那这显然就是绑架和伤害了嘛 其次他去报警以后 警察来了 说了一句话 这个要债可以不能打人 就走了 不解决问题 不解决问题 那就是说 非法侵害没有停止嘛 而且余欢和他母亲 本来想跟着警察离开 结果被那些非法 这个逼债的人员给拦下来了 拦下来以后 那就说明 这个不法侵害仍然在进行嘛 所以他完全符合 政党防卫的条件 特别是对于余欢母亲 苏银霞的这种凌辱啊 当着余欢的面进行的 他不是一般的欺凌 这种性凌辱 在国际法中 是作为酷刑看待的 他对人精神起到摧毁的作用 和酷刑是一样的 甚至比酷刑还要严重 所以这种情况发生 而警察又不制止 又不追究 那么余欢他当然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再度出现 他具有紧迫性 他具有无限防卫的权利 很多人仅仅是听到这种事情 就气得不行 何况他是发生在余欢的眼前呢 说母子关系 儿子在母亲受侮辱的时候 不能保护母亲 要子何用呢 那么这个法不能止恶 要法何用呢 国家不能保护公民 要国家何用呢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中国大陆一些法庭的 他的说法呀 他不仅仅是蛮横无理的问题 他简直是突破了人类的 人伦的底线 是对人类的常识和道德的一种嘲弄 那这件案子 我们看到被报道出来之后呢 影响是非常大 是吧 网上已经炸开了锅 那你觉得余欢被改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比起杀死城管的辽宁小贩夏俊峰和贾靖龙 杀死强拆村支书的那个 余欢的案子被改判的希望要大一些 倒不是因为依法治国有多大的进步 而是余欢所杀死的是一个黑社会人员 他不直接是体制内的人员 不是什么村干部 不是警察或者城管 那么这样的话呢 当局要改判的心理压力小一点 他不会觉得会给民间一个错误暗示 好像你可以反抗体制 但没有什么结果 但是呢 我想强调两点 就是从去年的雷洋案 贾靖龙案 到今年的余欢案 其实这些事情 虽然社会影响很大 但是它并不是中国社会最恶劣 最阴暗面的体现 因为这些案子 它不涉及所谓敏感内容 所以它可以得到传播 它能够形成舆论压力 但是另外一些案子 比如说像维权律师 像涉及到法轮功 像涉及到异议人士 那么当事人的遭遇 是更加恶劣 更加令人发指 但是这些消息 却得不到传播 因为这些消息刚出来 在舆论能够接触到之前 就被当局给封杀掉了 那么第二点想强调呢 就是有一些 我们看起来 应该很容易翻过来的案子 但是事实上 却是非常的难 你像雷洋案子 最后那四个涉案警察 还是免于起诉了 你像聂树斌的案子 真相大白都很久了 那法院就是迟迟不宣布 给他平反昭雪 那么像这次 这个余欢的案子呢 看起来好像给他改判 应该是合情合理 应该是比较容易 但是这涉及到法院 他要纠正自己的错误 甚至涉及到 继续追问这个事件的过程 有警察的不作为 有警匪勾结 卷入到高利贷 这种种黑幕 所以很有可能 还是会受到一些 势力盘根错节的 这种势力的抵抗 所以我想呢 对这个事情 也不能够太暴以乐观 我们上个星期 刚刚说了这个 流浪汉死亡收容所 那这个星期 就发生了如母杀人案 中共呢 一直有个说法 就是一有什么灾难呢 就说是百年不遇 千年不遇 对吧 那意思呢 就说不是他的责任 但是像这种百年不遇 千年不遇的灾难 一个星期就发生一次 只能说明 这个政权的恶劣 与黑暗是千年不遇 好 谢谢文章 谢谢严真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 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解决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